报告司令员 军区通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同志 准备在中山岭五号国宾馆的一号楼 接见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领导 小平同志知道您腿脚不方便 他说您可以不用去了 他准备亲自登门来看望您 不行不行不行 他来了那么忙 来一趟不容易 我得去看他 赶紧备车 1985年邓公前往南京 祝贺许师友巴士大寿 可谁曾想 寿宴上邓公的一句话 却让原本开心的许师友泪流满面 直言自己可以安心的去了 奇怪的是没过几个月 许师友竟突然离世 他的一则遗嘱 令全体中央高层震动 当初邓公到底说了什么 许师友留下的遗嘱 又对中央造成了什么影响 1985年1月 邓公南巡经过南京 恰巧临近许师友巴士大寿 便主动要求前往他的住所探望 随即邓公提前让江苏省委书记 给许师友转述自己的想法 当收到消息后 许师友无比激动 因为二人已经很久没见 直到2月1日 这一天也是邓公与许师友约定的日期 一大清早 许师友就难掩内心的愉悦 起床将自己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 等待着邓公的消息 上午10点左右 秘书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 只听对方说道 报告许司令 邓小平同志快到了 听到这话 秘书连忙转达给许师友 没过多久 便听到门外的车声 只见邓公缓步从车中下来 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友 许师友连忙上前迎接 将其领到自己的房间内 在二人寒暄之余 许师友还说道 自己早就想去探望邓公了 但碍于工作原因 这几年一直没有时间 并且邓公也一直事务繁忙 为国家建设东奔西走 所以两个人的时间总碰不到一起 谁知邓公对此根本不在意 表示自己既然路过南京 怎么可能不来看他 并且还带了一瓶好酒 许师友听到这话 立马来了精神 对他来说 酒就像是生活必需品 就连吃药都得用酒服用 随即说道 相信邓公带的一定是珍藏品 当酒拿出来的一刻 果不其然 竟然是八十年珍藏 在杯中酒下渡后 二人再次聊起来最近发生的事 尤其是张国焘 邓公当即表示 许师友是有大功臣的 听到邓公的话 许师友原本沉重的内心 也变得轻松 这句话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病 死后可以瞑目了 而这个话题也就到此为止 一阵交谈过后 邓公还提议 二人合个影留作纪念 可谁曾想 这张照片竟然是两位挚友 最后一张合影 1985年 邓公前往南京 祝贺许师友八十大寿 可谁曾想 寿宴上的邓公的一句话 却让原本开心的许师友泪流满面 直言自己可以安心的去了 奇怪的是 没过几个月 许师友竟突然离世 他的一则遗嘱 令全体中央高层震动 自新中国建立后 许师友因为在北京待着水土不服 便请求毛主席 能够回到南京生活 对于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 主席自然答应这个简单的请求 随即许师友来到南京 居住在一所占地十几亩的院子里 可原本这里 华而不实的花花草草 全被一个命令摘除 种上了红薯土豆的农作物 许师友还欣慰的说 这才是土地应该种的东西 在这之后 每天早上 许师友都要叫来住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 跟着他一起下地干活 而这就是他工作闲暇时的唯一排解方式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许师友成功种出不少蔬菜 养活了整个大院的人 直到年龄越来越大 许师友依旧闲不住 还是日复一日的下地干活 就算平日的工作量减少了 可他的放松活动 却变得多了起来 没事还会下下棋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 许师友曾在战争时期留下的暗急频发 直到1985年 他的身体已经渐渐支撑不住 10月22日因病离世 这则消息传到中央后 无数高层悲痛落泪 尤其是邓公 二人曾并肩作战多年 更是在特殊时期 许师友是为数不多力挺邓公的人之一 而他的离世 让邓公满怀忧伤 但人死不能复生 最终举办了葬礼 然而在葬礼结束后 他的一则遗嘱也被家属说出 那就是想要关葬在母亲的坟墓旁边 以尽自己未完成的孝道 但彼时 我国正在推行火葬文化 实行殡葬改革 所以这个要求 着实令人头大 家属的多次申请 都没有获得批准 碰巧邓公知道了此事 立马派王震传达自己的想法 支持许师友关葬的请求 还专门写了一封特殊通行证 作为一生都奉献给党的大人物 为何在去世后 不能有点特殊要求呢 理应将其关葬 了却他的愿望 最终许师友 如愿被葬在了母亲的坟墓旁边 1985年 邓公前往南京 祝贺许师友八十大寿 可谁曾想 寿宴上邓公的一句话 却让原本开心的许师友泪流满面 直言自己可以安心去了 奇怪的是 没过几个月 许师友竟突然理事 他的一则遗嘱 令全体中央高层震动 1906年 许师友出生于湖北的一个贫困家庭 年幼时 听到别人口中说的武功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主动请求前往少林寺学功夫 不仅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也因此有了参军的机会 然而令人悲痛的是 在离开家之后 许师友就再也没见过母亲 甚至去世时 都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 而这也正是许师友一生的痛 直到1927年 许师友加入共产党 先后参加了数次战斗 而他学武的经历 令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就算没有枪械 也能够凭借拳脚功夫杀敌 之后更是七次加入赶死队 因为家属都已经离世 了无牵挂 只想奋战在战场杀敌 就算死 也是死在了保家卫国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 这样的念头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但多次陷入绝境的许师友 依靠自己强大的能力 每逢危险都能转危为安 彼时的邓公是部队里的政委 许师友荣升为副旅长 两人同时同住 也熟络起来 而邓公也对许师友 遇事冷静的性格十分欣赏 自此便成为无话不谈的智友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 许师友没过多久 便前往南京居住 而邓公则留在北京办公 两人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 1978年对越反击战 我国年轻将领都各自有任务 邓公立马想到了派许师友前往 果不其然 许师友指挥的这场战斗 我军堪称完胜 但邓公知道许师友的性格 最后的庆功宴也没有开 只是二人拿了一瓶酒 谈笑风生 后来邓公受到污蔑 党内许多人开始指责他 可许师友却对其极为信任 从头到尾表示自己支持邓小平统治 这也让二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1985年许师友八十大寿使 邓公立马赶来南京一叙 可好景不长 这次相聚之后 没过几个月 许师友就与世长死 此事令邓公久久无法释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